額外說明的有關如果你要從開放資料取資料不要亂碼的話 可以用我剛剛講的方式 就是資料裡面的從文字方式 它會去辨識說你的資料是哪一種編碼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回到剛剛這一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100筆給一顆心的話 首先郵票放這邊插入REPT 所以一樣這邊有REPT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往下找R的地方 應該會看到這邊有REPT 那底下當然也會有一些說明 它會講說這個是什麼 依指定的字串重複幾次顯示 字串就文字 可能是一個字可能是多個字 反正你給它多個字就重複多個 一個就重複一個 那大概知道按確定 它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TES 以後如果你看到TES 應該是指什麼字 你要意思 那你猜應該可以猜 反正重複應該不就是重複哪個字 那底下是LUMBER TIME 重複幾次 所以給兩個答案 它就會給你你要的結果 所以 重複什麼字 重複這個字 哪個字 是星號 所以你就跟它講說 我要重複的次在C1這個儲存殼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你要重複幾次啊 那我要根據銷售量 不過如果你銷售量 點擊之後它帶過來會是158 所以你可以看到底下這邊 會有158顆星 那當然我要100 大概除以100就可以了 它就會得到什麼 得到你要的這個結果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的右邊 它會出現1.58 可是實際上它只會出現一顆星 原因它星號沒有小數點 不過如果以精確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說這個公司外面 我們應該把它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不過說這樣 你不做好像也沒關係 以這個地方來看 但如果 我們有提到我們順便講 如果你要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很簡單 加一個INT的函數 然後把它刮補起來 它就會怎麼樣 只留下1 也就是只有整數部分 那這個INT 其實是整數 彈數 也就是說如果你把它刮補在外面 它就只會留下整數部分 那小數點的部分 它就無條件捨去了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 當然我們就得到一顆星了 那不過呢 將來我會向下填碼 可是你會發現向下填碼一定會出錯 主要原因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必須 所以要跟它講說 我向下填碼 它會自動幫你把 那個 只要是儲存殼的列 有沒有 C1 1就是列 還有哪一個 B3的3 都是列 它會自動加1 可是問題 C1一定不能動 但是 B3 有沒有 要變B4 一定要 所以記得在C1的前面加前符號 加了前符號之後 它向下拉 就不會自動加1 OK 應該可以自動這一次吧 這個 你看 點擊這邊 這邊叫C2 這邊變C3 有沒有 錯就錯這裡 所以很簡單 直接在這個C1的前面加一個前符號就可以了 打個勾 上下填滿 就完成這一題了 OK 不過 這個地方 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C1的前面加前符號 但是 C前面需要加嗎 老師 我平常看到書上都是兩個都加 那這個地方 是不是兩個都要加 加一個 跟加兩個有什麼差別 該不會有 對 如果你是向右拉的話 才會需要鎖到欄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向右拉 所以 你加跟不加結果是一樣 不過我建議啦 養成好習慣 不要加的就不要多餘 不然的話 將來你加了反而出錯 有很多地方是不應該加 有點向右拉 你加了反而出錯 所以這個地方順便講一下 其他的話 就是說 REPOK之後的話 請各位再切到這個LEN這邊 LEN另外會順便帶一個MID 這個MID的話呢 也非常常用到 其實像文字量函數 也用得最多的 我發現MID應該是可以排到蠻前面的 這個MID 顧名思義就是 它會去抓文字MID中間的 左邊的話用LAT 右邊的話用Right 那幾個字的話當然用LEN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 在身份證字號裡面 到底有沒有錯誤的 幫我找出來 那當然一定要十個字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 把郵標放在C3 一樣插入函數 找到這個LEN 那你不要用LEN 因為LEN B的話 我這一題用LEN 應該是結果一樣 因為這邊都是算BITE 而且都是英文跟數字 所以不會影響 我們用LEN 按確定 然後選這個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有兩個 長度是11個 那顯然是出錯了 所以由這個地方 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哪些是有問題的 那底下延伸的部分 可能請各位再練習看 像性別 就不能 不是用LEN 那如果我要得到性別 當然第一個 你一定要把 身份證字號的 第二個字先取出來 然後再判斷說 取出來的 它的身份證字號 到底是不是1還是2 只有這兩個 可是這裡有一個地方會是問題 當然我要取第二個字 插入函數 然後找到這個MID 找到這個 然後 當然它有三個問題 一樣 所以以後 函數都一定長 有點像它會問你問題 你給它對的答案 但是 我覺得最重要 你一定要看懂 前面這個的敘述 前面的敘述很麻煩 以Sale 從很舊的版本到新的版本 都一樣 就是給你一個 一般人看不懂的敘述 但是你看久 像我是看久都很習慣 Test 反正它意思是文字 所以以後你看到關鍵字 你大概就知道要給什麼 而且以後如果看到Test 有這個關鍵一定要給文字 就是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如果你沒加 將來的資料 會發生錯誤 那如果資料加前後雙引號 跟沒加有什麼不一樣 有差很多 文字 如果是一個數字 前後加了雙引號 對 它就是文字 它就是字串 那如果沒加 它就是數字 這個兩個在以Sale裡面 是不一樣的東西 以這題來看 比如說我要這個 生命字號的第二個字 第二個問題是 這個是STAR 開始 LUMBER 意思是哪一個字開始 那我們應該輸入 要輸入2 第二個字 有沒有 STAR LUMBER 是哪一個字開始 哪一個字開始取 第三個問題是 LUMBER 這個 CHAR 其實是字元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要抓幾個字元 所以你會看到LUMBER 應該是數量 然後CHAR是字的意思 所以白話應該是什麼 幾個字 OK 幾個字 要抓一個字 那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這個1有沒有 這個1有沒有 它的前後是有這個雙0號 有沒有看到 對 那如果將來你要跟這個比較的話 沒有跟這個 特別之外 它是不相等的 OK 所以喔 這樣確定 第一階段有了 我們就是性別 但是 性別出來之後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把它變男跟女的話 那一樣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放到 一幅的那個函數 去做邏輯判斷 所以 習慣上是先把 公式剪下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一幅 一幅再邏輯 所以切到邏輯這個類別 然後找到一幅 一樣 把這個貼上去 貼到 叫Logic Text 這裡 然後你的邏輯應該怎麼下 這個是等於1 不過很多人會這樣 等於1 因為 常常有同學 文字跟數字就不分 所以就打了 打了說 好 看起來好像對 如果我為True的時候就男 反字就女 男生是1 女生是2 2 就反字 底下是Force Force 不是的話 不是1的話 是女 你會發現 它很貼心 會自動幫你加前後雙以後 表示因為你輸入的是一個文字 它會自己幫你補前後雙 當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幫你向下填滿 它全部都出現 奇怪 我的邏輯不是這個地方 不是跟他講等於1嗎 明明就等於1啊 為什麼全部都女生呢 這個關鍵的地方 就是文字跟數字 所以這裡記得 你輸入的時候 一定要加上什麼 加上錢的符號 如果沒加 那一定出錯 按確定 像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不過 有同學 又會問說 老師可是我們工作上常常有一種狀況 就是後面呢 帶過來一定是一個數字 那後面呢 他說後面不能改 那所以怎麼辦 我也只能改前面而已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以這個題目來看 後面等於1 是固定的 但是你這個得到的是這樣子 那兩個一定是不等 所以喔 如果後面不動 那我要動前面的話 欸 那該怎麼做 該想到的是什麼 後面有一個函數 對 那轉數 或者是變成什麼 對 就是要把這個 先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這個東西 轉換成這個數字之後 再跟後面比 那轉換的 轉換的那個函數應該知道吧 文字 如果要轉數字的話 可以用哪個函數呢 其實那個函數 以後如果 其實可以從這邊插入函數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在那個文字類裡面 但它放的位置很下面 直接拉到底算 它剛好在倒數第二個 這個 Value 這個Value 其實你可以看它下面說明 將文字資料 轉換成 數字資料 有沒有 如果 你假設剛好有瞄到的話 欸 那就知道 因為剛好我之前有瞄到 對於這個Value 很好用喔 所以你就直接 有沒有 假設剛剛的邏輯 我們 不要改 後面這個雙引號 有沒有 這個不要改 然後呢 我如果 在這個情況下 不改 那我改前面的話 很簡單 就是把前面 的這個公式 外面再包一個Value 後光弧的話 就放在那個 Mid 就等號的 左邊這個地方 這樣的話 看一下 應該OK啦 那它其實就是 加了這個之後 它作用就是 把原來的 1 經過Value之後 變成 數字1了 這個其實還蠻多地方用到 因為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 會這樣轉 很多時候 你會 查不到要的資料 像很多同學 常常問說 老師明明我看到資料 是那樣 可是為什麼 我一邊 用Value 查就查不到 那常常是因為 你的 形態不同 有沒有 明明你前面是數字 你後面是文字 那兩邊一定不match 所以怎麼辦 你把後面那個文字 轉換成數字 比較好 所以加一個Value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就完成 那還有啦 其他我想請各位 就是自己在練習 像LadRide 這個比較簡單 那底下這個是 從哪一個字 取幾個字 像這個是從開始 取四個字 就是0551 但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比較奇特的地方 可能 會是 遇到的狀況